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袁冰岩白鹿曲易洋表演 爱豆演员气质一览无鱼 曲易洋群装最吃亏 在昨天的芒果台元宵晚会上 袁冰岩白鹿和徐易洋三姐妹的美丽合作 着实吸引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因为这是三姐妹第一次合作 袁冰岩白鹿是演员,徐易洋是爱豆 在唱跳的舞台上,徐易洋应该更加从容 但在昨天的表演中 很多人都羡慕白鹿和袁冰岩的能力 徐易洋的脸部照片是爱豆,是的,是的 据了解,徐易洋除了自己的能力外 还有一层黄子涛的能力 这次应该是通过黄子涛的关系 所以她才有机会来参加晚会唱歌跳舞 非常好,这次元宵节晚会应该是她增加热度的机会 从白鹿原和她的合影来看 很多人都说,徐易洋好像有点胖了 因为她的脸比以前大了一点,脸颊也感觉多了很多 从侧脸的角度看,她的双脸,她的双下巴隐约可见 但徐易洋的鼻子还是非常漂亮 尤其是鼻梁很修长,嘴巴也很小巧精致 但三个人中,脸最小的应该是白鹿 因为白鹿的脸更有棱角 而袁冰岩的圆脸有一个圆,关,更有深意 但婴儿肥还没有退去,看起来非常可爱 在舞台上,徐易洋的脸部照片真的很爱豆子 整个妆容非常闪亮 眼中有一种女团的感觉 但徐易洋的脸似乎真的在春晚中胖了很多 尖尖的瓜子脸立马肿了起来 五官也有些拥挤,但徐易洋跳舞还是很美 身材真的很美 难怪黄子涛对他一直很有信心 白鹿圆圆冰岩的生徒很温馨 其中,令人羡慕的是白鹿圆 原本以为他只是演技好 因为很少看他在舞台上的舞蹈 所以没想到除了演员的好 他在舞台上也有种如豆的感觉 从照片上看 即使白鹿圆的脸被放大了 也没有一丝瑕疵 与徐易洋的爱豆闪光妆相比 白鹿的脸上没有那么多亮片 但脸上还是有一点闪光的 看来他的妆容比较柔和 可以看出 白鹿的脸是精致的瓜子脸 鼻子也是很修长的一个 很有魅力 这幅原画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白鹿的眼睛 他的眼睛非常大 像鹿的眼睛 下垂的感觉非常重 有一种可怜的感觉 白鹿没有黑眼圈 证明他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圆冰岩的生涂也很有能力 原本以为他的圆脸在拍的时候很不友好 没想到他的脸在圆图中是正常的 交汇点无论是白鹿圆 徐一阳还是圆冰岩 他们的鼻子都非常精致漂亮 而圆冰岩笑得很甜 徐一阳的裙子是最不利的 不过 从身材上看 徐一阳的裙子并没有完美地展现他的少女身材 因为圆冰岩和白鹿的裙子都有腰带 可以勾勒出小蛮腰 腰带 一切都会显得有些松散 幸运的是 徐一阳很高 如果看起来很高 就知道整个人其实并不胖 其实 节目中的三个人应该是大致相同的 受了委屈 有了争议 岂不是很好 不过 爱豆和演员的气质看起来确实不同 徐一阳有少女的俏皮 白鹿圆和圆冰岩也有一种优雅温柔的感觉 整体组合并不突兀 但却很吸引人眼球 你认为三位女星谁更适合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 句号